马联官方正式公布新球季主场球衣 款式一早已经流出了 不再是什么秘密 细节位是在链里 以及依旧的赞助商就换了 不再是美国家居品牌COLA 一众球员在奥脱府球场摆上姿势拍照宣传 咦?说要来队的斯朗也有官方照片 是不是内藏玄机? 大家可能想多了 首先,斯朗现在还是曼联的球员 用他来做生招牌也是很正常的事 另外,斯朗新球季一直缺席 没有回球队操练,也没有回球队报道 这些照片我觉得是很早之前已经拍定了 班劳·费兰迪斯新球季会由18号到8号 以后就不要再这么多投诉了 因为坦克说过,禁止球员有一些负面的肢体语言 下个大家,班劳对上那四个穿8号球衣的曼联球员是哪几个? 1,2,3,4,5 好了,开估了 顺序是不得朗尼,安达臣和马达 坦克大家都知道他是教球好像校长一样 订立了很多规条要球员遵守 又有新几条公布了 如果发现有球员泄露更衣室的消息 这条最严厉,将会被逐出球队估 练队和开会迟到 不理他有没有名气,会一律扁为后臂 在比赛那个星期,球员不可以喝含有酒精的饮品 一起吃由球会准备的食物 取代球员拼用私人营养师 而每位球员会按需要接受 度身订造的营养餐单 每月都要查球员的BMI 身高体重指数 球员有投诉的话,可以直接找他 而不是找球员的经理人 订立了这些规条 不管这帮球星都是好事 曼联在苏斯克茶的时代 不时都被批评太过宽松 支持我们,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有新片有直播就会通知大家 那就包无脱漏了